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本名为《合作进化》的书 书中只有一个中心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最佳合作策略 可以这么说,人活在社会里,就要跟人合作 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人们常常感到不愉快 比如说,有些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从来不会考虑合作者的感受和利益 有的人表面上和颜悦色,想要跟你合作 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甚至背后捅刀子 但因为种种原因,你不得不继续跟他合作 那么,面对这样的人,该如何应对? 是否存在最佳合作模式? 这本书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本书作者Robert Aksar-Rodde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同时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合作进化是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 也是行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该书于1984年首次出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关他的研究越来越多 被其他论文引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们在马奖书中谈到了自私基因 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 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 著名的科普作家 在阅读了合作进化之后 道金斯不但将合作进化的内容加入到了30周年的自私基因当中 并且表示了合作的进化 这本书可以取代《圣经》 合作进化 这本小册子只有15万字的中文翻译 我先问三个问题 一 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合作 二 为什么最好的合作模式是以牙还牙 三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因为这本书是以学术语言写成 涉及到很多推理和公式 为了让本书的内容尽可能地解明恶药 我会用一些比喻和例子来解释 好吧 首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自私的人可以合作 合作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他们在你面前是善良的 在他们面前却是丑陋的 但合作进化不在于人性如何复杂 而在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凡人或伪人 就算你是个自私的人 也可以和别人合作 作者举了个极端的例子 那就是士兵之间的关系 哪怕是敌人 也可以合作达成一种默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军队与英法军队在西线对峙 比如凡尔登战役 这是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学过的 一场战争造成了超过70万人的伤亡 史学家们称之为凡尔登绞肉机 但是在这些残酷的战斗间歇 其他地方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英法军队和德国军队在某些地区 保持着相当的克制 有学者研究过当时的大量军事资料 发现在不同的战壕中 士兵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既能生存又能生存的体系 这套系统起源于天气恶劣的时候 因为天气原因双方都没办法瞄准 只能暂时停火 不过随着天气越来越好 双方依然保持着默契 比如每天都有固定的炮击时间 以及炮弹的落点 也就是说 只要掌握了对方的炮火规律 那么只要提前一分钟离开炮弹落点 就可以多活一天 这种默契让双方的士兵尝到了甜头 彼此都愿意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每隔八天就会有一次换防 所以士兵们会给新来的士兵一个暗示 让他们活下去 就让他们活下去 如果对方突然出手 让对方损失了几个人 那么对方肯定会报复 基本都是同样的活力 更有趣的是 因为炮兵是威慑和报复的主力 所以步兵往往会给炮兵一些好处 让炮兵在开炮的时候不要太过张扬 以免招致更猛烈的报复 步兵通常在给炮兵迎士兵 送香烟 巧克力等小礼物时 加一具别吵醒睡着的狗 这只狗显然是指对方的炮手 这种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制度 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被高级军官发现了 但这件事并没有持续太久 直到后来 高级军官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役 才打破了这一体系 不过 对于研究人类合作关系的人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 双方的士兵 竟然能在前线建立合作关系 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所以 只要双方能够长期互惠互利 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这个法则适用于人类 也适用于自然界中的生物 例如真菌和藻类 它们共同创造了第一颗胶树 为蚂蚁提供住所和食物 蚂蚁反过来保护胶树 蜜蜂采蜜 花朵喂养蜜蜂 蜜蜂喂花朵提供花粉并繁殖 好了 现在我要对第一部分进行总结 作者发现 即便是敌对的士兵 也能建立合作关系 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双方形成互惠关系 你好 我也可以合作 了解形成合作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 合作模式应该是什么 作者特别推崇以欺人之道 还是欺人之身的合作模式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战 我们自己的生活 也让别人活着 实际上 这个系统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什么 囚徒困境是美国著名民间智囊机构 兰德提出的博弈困境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两个人联手抢劫银行 结果都被抓了起来 警察把这两个犯人分开审问 这时候 两个囚犯 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他们 谁也不揭发对方 那么他们就会同时坐牢一年 如果两个人同时揭发对方 那就是三年的牢狱之灾 如果一方揭发 一方默不作声地揭发 当庭释放沉默者入狱五年 如果你是个囚犯 你会如何选择 你是选择保持沉默 还是揭穿你认为 你的搭档 囚图困境显示出一个人 在与他人交往之后 所面临的艰难抉择 有的时候 有些选择看似对自己有利 但一旦对方改变了态度 那就不是那么有利了 对双方来说 当庭释放是最有利的 但这需要一方揭发 另一方的沉默 谁该揭发 谁该沉默 很显然 双方都不想沉默 但一旦双方揭穿 那就是最坏的结果了 对于双方来说 最好是保持沉默 沉默就是合作 合作才能带来最大的利益 顾名思义 重复囚图困境 就是不断重复囚图困境 重复囚图困境 与囚图困境最大的不同在于 前者可以根据对方上一次 囚图困境做出的选择 来决定下一步的选择 后者则没有之前的选择 只能作为参考 合作进化 这本书讲述了囚徒们的困境 比如英法士兵和德国士兵 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着囚徒的困境 双方都不会偷袭 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 就现实情况来看 双方都有可能在上级的压力下 发动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对方偷袭了我 我也会报复他 但是他的报复会适可而止 不会扩大 也就是说 双方之间的默契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作者发现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正是重犯囚徒困境的最佳合作策略 当然 仅凭一两个例子 并不能证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此 作者于70年代举办了一场计算机程序竞赛 将所有参赛程序组织成一个小型社会 根据主办方的规定 每个程序之间会有200次相遇 每一次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 考虑到计算机程序之间的对峙距离 我们的现实生活要远得多 所以 我把整个计算机程序竞赛改成了另一种说法 14个程序 我们就把它当作中学里14个努力学习的同学 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 他们还要参加很多次的考试 每一次考试之前 他们都会被分成两组 进行考试前的准备工作 在考前准备阶段 如果双方各自拿出课堂笔记分享 则各得三分 如果双方都没有把课堂笔记 拿出来分享的话 那么两个人各得一分 如果一方拿出了课堂笔记 而另一方没有将笔记拿出来分享 分享者得零分 未分享者得五分 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选择模式 比如 A同学坚持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既然你说了 我也说了 你不说 那我就不说了 而其他同学 则是遵循着其他的原则 比如 如果你连续两次拒绝分享 那么第三次 我就会选择不分享 有些同学很固执 只要你不分享一次 不管你有没有分享 我都会选择不分享 也有一些学生比较狡猾 基本上都是以牙还牙 但是 偶尔也会背叛 最终比赛结果是 A同学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获得了最高分 当然 这个结果并不能让人信服 甚至连作者本人都觉得有问题 于是 他又进行了第二轮比赛 按照我们的说法 一共有62名学生 参加了比赛 A同学依旧是第一名 有些同学在第一次比赛中 对A同学的教学方法 进行了各种修改和优化 比如第一次见面 几乎所有同学都会选择合作 比如 有的同学会 实时计算对方对背叛的容忍度 来决定下一次是否背叛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的分数都没有A同学高 为此 作者仔细分析了两次比赛的结果和过程 发现了几点成功的重要经验 第一次不想分享笔记的同学会很吃亏 因为其他同学可能会拒绝分享笔记 二 太善良 太宽容的同学更容易上当受骗 分数也不会太高 三 特殊 而占便宜的同学虽然第一次选择分享 但是随着考试次数的增加 他的平均分值也越来越低 连续两场比赛的成功 并不能让作者心服口服 他又重新设计了一套游戏规则 以验证不同规则和环境下的 以牙还牙模式的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鲁棒性 鲁是一种英文叫做鲁斑锤的鲁斑木棒 鲁棒性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 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事物的稳定性 比如平时成绩很好的人 在大考中表现不佳 这就是鲁棒性的问题 第三阶段 作者不再继续邀请新选手 而是设计演化博弈规模 演化博弈是指所有的程序都在不停地竞争 当所有的程序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淘汰掉分数较低的程序 游戏继续 渐渐的 我们会看到哪个程序 或者哪个程序会留到最后 经过一千次博弈 A同学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那些没有分享的同学 排名越来越靠后 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 剩下的几乎都是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的那种 他们都是心地善良 愿意合作 所以谁也不会被淘汰 眼花缭乱的游戏 最终变成了一群善良的同学跳舞 比赛结束后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种模式会成功 笔者归纳出四个原因 善良性 报复 宽容 明晰 我们继续以A同学为例分析善 善 善 避免A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中 A同学一开始就愿意分享笔记 不至于一开始就被排挤 报复心理会 让对方再一次背叛之后 再也不敢背叛A同学了 一旦有同学不愿意分享 他就不会再分享了 这是一种威慑 宽容性有助于恢复合作 A同学并不是一个记仇的人 一旦对方重新分享了笔记 他就会继续分享 意思就是 A同学不会耍小聪明 也不会背叛他 他有坚定的合作原则 所以才能长期合作 现在 让我对第二部分进行总结 作者组织了多次合作模式竞赛 一报一报 以善善报复性 宽容 明晰四大特点 长期与善良人士合作 打击背信弃义者 最终建立起合作生态圈 接下来我要问第三个问题 一报还一报的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 不管是邻里关系还是职场关系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来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必须回到计算机程序竞赛中 分析重复囚图困境 A同学合作模式具有四大特点 善 报复 包容 明晰 这种模式是最佳合作模式 但是否需要特定的条件 才能保持最佳 当然 这个特殊的条件 就是重逢 例如 火车站附近的快餐 通常价格昂贵 味道也不好 实际上商家与消费者之间 存在着一种博弈过程 一方做得好 另一方吃了别人的夸奖 这是双赢的局面 但是因为消费者和商家 只有一面之缘 所以 无论是报复还是夸奖 基本上都不可能再见面了 所以 无论消费者是选择合作 还是背叛火车站附近的快餐 不管是好是坏 商家都会偷工减料 背叛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因为消费者找不到报复的机会 当然 随着越来越多的车站开放 竞争 甚至连锁店都开了 消费者也可以报复 所以一般情况下 靠近火车站机场的地方 我们会比较信任连锁店 因为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曾经说过 信任是从重逢开始的 本书的作者 阿克塞尔·罗德 也指出了重逢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不断地相遇 才能实现合作 而且 见面的次数越多 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合作的结果也就越好 在这里 我要指出一个观点 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 但也很重要 合作的前提是不断地见面 而不是信任 不是友谊 那么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建议呢 本书作者给出四点建议 第一 不要嫉妒 在职场竞争中 很多人习惯于 采取你不在 我不在 我不在的立场 这种一边倒的竞争模式 被称为零和游戏 但是生活中的 大多数情况 都是非零和游戏 比如我们常说的双赢 其实就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根据作者的实验 A同学每一轮的排名 都没有超过对方 但A通过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的做法 鼓励合作先例 从而遏制了不断出现的 占便宜行为 所以最终 A得分最高 所以 当我们面临竞争时 不要极度竞争对手 比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建立自己的生态圈 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合作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身边人的背叛 而蒙受损失 最终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第二点 首先不要背叛 首先背叛会导致 非常糟糕的结果 因为你一开始 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很重要 所以 很多人看别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看别人的态度 如果你先背叛自己 那就等于 毁了自己的名誉和形象 接下来的合作 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第三点 合作要有回报 背叛要反击 知恩图报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强调 以德服人 很多人都觉得对背信弃义的人 也能施恩感化 我奉劝你一句 背叛是不能容忍的 你可以态度好点 但该惩罚 还是要惩罚的 纽约钻石行业的商人 都是犹太人 通过口头协议 就能达成数百万美元的合作 他们能够维持这种低成本的交易模式 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也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足够好 而是因为这种低成本的合作 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 这将会压倒其他竞争者 同时 如果有人违反了口头协议 那么这个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合作带来丰厚的回报 背叛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样才能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第四点 不要耍小聪明 有些人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很合作 但偶尔也会耍点小聪明 这样的人最容易因小失大 碰上一个一旦遭遇背叛 就选择永久报复的家伙 那就麻烦了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清楚合作的原则 会让对方觉得你太成熟了 太成熟的人 一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以上四点 就是合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但是 如果在我们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 出现问题 合作即将失败时 我们需要一些其他方式来促进合作的扩大和稳固 首先 扩大未来影响力 比如隔壁老张家请了个保姆 这个保姆勤快能干 深受老张一家的喜爱 但现在保姆的价格一年比一年高 如果老张不给保姆涨工资 他可能会跳槽 老张的女儿已经上了小学四年级 再过六年 女儿就可以高三毕业了 所以为了留住这个保姆 老张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方面降低保姆目前的工资 另一方面又跟保姆签了合同 只要保姆在他家工作了六年 就能一次性拿到三万块钱 这是为了巩固合作 扩大未来的影响力 第二个条件 就是改变背叛所获得的利益 对此 笔者举出政府征税案例 我们知道 从人民那里得来的税收 可以用来修路 图书馆 广场 保卫国家 维持治安 但是 个人天生就有逃税的倾向 因为缴税和获得回报之间 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过程也很复杂 为了确保个人长期合作 及长期按时交税 政府必须采取严厉措施 打击逃税行为 逃税 也就是被判后获得的收益 变成了座牢 那么它就老老实实地交税了 所以 如果你能改变一个人的背叛 那么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就会发生变化 最后 提高辨别能力 无论是合作还是背叛 都需要一种能力 来辨别对方 现实社会并不是 电脑程序之间的竞争 而是会有很多复杂的场景 如何识别不同场景下的烟雾弹 花言巧语 以及过去的行为 需要更加精确的判断力 前面提到过 为什么火车站附近的快餐店 会因为交通流量过大 或人生地不熟 我们更容易相信 标准化的快餐连锁店 如麦当劳 肯德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麦当劳和肯德基 都有明显的标志 这样 你就能很容易地认出它们 没错 品牌的本质 就是让你更好地了解这个产品 让你更好地识别它 反过来 消费者面对一种不熟悉的产品 比如 一款看起来 收益不错的理财产品 需要了解其背后的公司创始人 操盘经理等等 来决定是否购买 同时 也能增强它们的判断力 所以 投资者会去了解相关媒体报道 查询政府相关注册信息 这些做法 都是努力改进的 辨别能力很强 我们来总结第三部分内容 合作过程中 不要嫉妒 不要先背叛 合作和背叛要回报 不要耍小聪明 另外 通过扩大未来影响 改变背叛收益值 改善辨别能力等方式 可以促进合作关系的 扩大和稳固 好吧 关于合作进化的基本内容 我已经说完了 我们明白了 首先 能够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 是双方不断地重逢 而不是你是好人还是伟人 作者阿克塞尔罗德的观点很明确 合作并不需要什么友谊 只要重逢 重逢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合作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 想要获得更多的利益 就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策略清晰 不要嫉妒 不要背叛 不要耍小聪明 你要记住 你的善良 复仇 宽容和明晰都会成为你的名誉 因为你擅长合作 所以在竞争中 你周围的生态环境会变得更好 这就是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少助 当然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实权实美 现实比书里要复杂得多 但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将书中的核心价值观和观点 运用到现实当中去